Hello, 大家好 Renee在我旁邊 我們正在看我的one plus one 介面 我安裝了一個軟件 叫Screencast Screencast 是一個可以錄下 我說話和介面上的 展示示範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在我的電話上 我的apps不是安裝很多 但是重點 其實就是 Android 因為現在建設了CyanogenMod 11s 就是 一個one plus one的電話 專門研發的 OS 所以都看到 平面化設計和iOS 有點相似 但是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可以用 很多的功能 例如看設定 有很多東西 是可以再去 Customize 例如 Themes 也有很多 不同的Theme Pack 可以再下載去買 那就是 它的感覺 會跟這個 Stock Android 有點相似 因為它沒有很多 像其他大廠那些 它有自己的UI 好處就是 那部手機是順滑的 但同時 它也是 比 這個原裝的Android 例如你裝在Nexus 5 那裡 KitKat的版本 會更多 暫時來說 這部手機都順暢 也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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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更新的 就再跟大家分享 呢